好,Cycleize这部分呢 我们最后再做一个总结吧 就是这部分内容也比较多 花的时间也比较长 因为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也说过 也拿过Java的那个Spring MVC加Hardinit的那个方式 来去做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ORM或者说Cycleize这个东西 对于Nordgex做WebSore 连接数据库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吧 所以说为了这一环 我们讲了很多MySQL的知识 包括现在讲了很多Cycleize的一些知识 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讲这个事情 因为这块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想把每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点都讲出来 以便我们接下来做实战项目的时候 要毫无阻碍的去把它做出来 不能说每做一点就讲一点 这样的话就挺零散了 再多说一句 到现在为止 我们大约录了已经三四个小时的这个 技术选行以及这个知识点的讲解了 所以说接下来还会有大约一两小时的这个讲解 就是前面这一块讲这个技术选行以及知识点呢 花的利息比较大也比较枯燥 也没有正式的开始实战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铺链 才能把实战给讲出来 所以说大家要有耐心的去等待 这就像是我们所见的那个比较精彩的小说里面 主角一般都是在小说的大约三分之一处才会出现 就像那个三国里面的诸葛亮 大约是在三国的三分之一篇之后 才把诸葛亮给请出来 对不对 OK 看下顺序来说 第一个呢 我们是先创建了这个Cycleize的一个实力 通过这个方式来创建的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先又建了这个数据模型 以及这个数据模型之间的关联关系 当然对于关联关系这一块呢 我们联合 后来的那个联表查询又做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讲解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Create一个创建 就是我们看看怎么通过它来创建这个一个一个的数据 再往下呢 是查询 就上面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查询啊 怎么查这个列啊 怎么分页啊 怎么做排序啊 等等这一些对吧 以及后面怎么做联表查询啊 等等这一些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然后是删除和修改啊 这个稍微简单一点 稍微修改 但是删除的时候呢 我们也遇到了一个 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删除用户的时候呢 要集联删除这个博客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对数据库做一些操作 当然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说你的系统 一定要去改数据库的某些配置 因为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儿是为了讲删除而讲删除 因为我们这儿是个知识点介绍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知识点都介绍全面来说 对吧 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在做那个实战项目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做删除物呢 一般情况下 你的系统不会真正去删除一个用户 或者一条博客 它不用了 你可以通过一种方式 比如说把它给禁用啊 或者给拉黑啊 或者说给平地啊 但是你不会把它的数据真正删除掉 不管是对大公司的一个部门 还是说对一个公司来说 数据都是它的一个最大的资产 它不会轻易的把数据都给删掉 你可以去试一下 你注册的那些APP 那些网站 你真正的能注销掉吗 对吧 你注销掉之后 你的数据还会留着 它到时候还会给你发短信 提示你说怎么怎么给你做网告 对吧 它不会把你真的删除掉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是为了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运行机制 就是真正实用的情况下呢 不一定会真正用起来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啊 OK 这是一个整个的过程 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说 顺便在这个总结的时候说一下 就是这种连接方式啊 就是我们这个 一开始创建模型的时候 这种连接方式 创建这个实例的时候 这种连接方式 不是一个线上的连接方式 这个之前我们也提过一句 对吧 这呢 我们就给它补充完善起来 这个呢 它是指示 我们每次创建筑 它都建立一个连接 对吧 建立一个连接 然后这个连接呢 就是供我自己用 我不用了 我就把它关掉 上线之后 不能这么做 不能这么做 上线之后呢 我们应该是 以一个连接池的形式来做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 给大家讲述一下 就是左侧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这种连接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 只有一个用户 对吧 就是如果你不用连接池 连接池是设什么东西 我们接下来要说 我们先说我们的现状 就是你不用连接池 每个用户进来 都会创建一个连接 然后每个用户进来 都会创建一个连接 然后这个连接呢 它是一个有效时间的 比如说MySQL 有效时间 基本上大约是半天左右 八小时 就是你创建连接之后 八小时 它要把这个连接给你关掉 因为你不关掉的话 每个用户进来之后 创建连接 它都会消耗很大的 一个性能 所以说它自己会 默认的给你关掉 所以说我们线上呢 要用一种连接池的方式来做 连接池呢 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连接池是 它自己本身 生成了很多连接 放在这儿 等着你来用 因为我们的NOTX程序 不管是NOTX 还是比如PVP Java这些 各种数据库 都需要一个连接的机制 因为它们两个 本来就不是一个东西嘛 对吧 数据库是数据库 然后NOTX是NOTX 它们两个本来 就是不同的进程 对吧 进程和进程这些通讯 它肯定是要通过一些机制 去连接起来 所以说上线之后 我们要用个连接池的方式 连接池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数据库 或者说 数据库的连接机制 就是包括我们这儿的 CircleLights 是默认支持的 你如果不支持这个东西 那你这个东西没法用 对不对 没法上线实际用 连接池呢 就是它会默认生成几个连接 然后这个连接呢 就会一直在内存中 或者一直在进程中 这么摆着 它的作用就是连接数据库 这样的话呢 我们每个用户进来之后 每次请求 都会去使用这个连接 对吧 使用完之后 你就走就行了 把这个连接就在这儿 然后你使用 你使用 你使用 如果使用的多了之后 再进来 它会进行一个等待排队的过程 就总之 我这个连接是一直在这儿的 谁来的谁又用 对吧 你走了你就走 然后这个连接 就会保持在这儿去不变 对吧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种 比较稳定的一种试探 其中的细节呢 你不用关心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 我们做WebSort的人 所有去了解的 这个应该可能是 专门做后端的人 做后端 做Java的这些人 可能会研究的 会稍微透一些 像我们做前途的这些同学呢 你就至少知道这个机制 这就没有问题了 好 这两个图的对比 大家应该都能很清楚的看出来 是这种方式 更加稳定一些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写一下 我们要写一下 就是我们线上 要真正的去使用 这种方式来去做 该怎么去写 当然你说 既然这种方式好 那我们线下也用这种方式 那行不行 那其实这是不可取的 对吧 线下的这种方式 首先我们 既然只有一个用户 或者几个用户来创建 也不会对系统 造成很大的开销 那即便是开用大也无所谓 对我们线下的数据库 线下的程序 那开用大了之后 一般情况下 达不到这个级别 但是万一达到也没关系 我们线下的数据库崩掉 或者我们线下的程序崩掉 正好是一个检测 我们这个软件的 有没有问题 硬件是不是支持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吧 所以说线下 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 线下用这种方式 会导致这个连接池 这种方式比较稳定 但是它也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稳定的东西 它肯定会 比如导致这个bug 不要难插旋 出了bug之后 不要难插旋 然后不要难定位 它的机制比较复杂 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等等这一些 所以说我们线下 使用我们这种 简单的连接方式 然后我们线上 就使用连接池的方式 那线上该怎么用呢 我们就简单写一下 其实很简单 之前这个地方 不是定一个kfeg吗 对吧 kfeg里面我们 就是经营了一个host 和一个dialet 就是这个 哪个类型的数据库 然后我们就可以 在kfeg里面直接去写 kfeg.paw paw就是连接池的 一个意思 对吧 max 比如说等于5 max等于5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连接池中 最大的连接数 就是我允许连接池 能创建最大的 连接数量 我们这儿画的是三个 对吧 那我们可以自己定义 比如说我们这儿定义5个 然后min等于0 就是连接池中 最小的连接数量 就是0 我如果这几个都不用了 我可以去释放它 然后 rdle rdle等于 1万 1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一个 线程 10秒 10秒之内吧 1万就是1万毫秒 对吧 1万毫秒就是10秒 10秒之内没有被使用 就是那个释放 这应该不是一个线程 应该是一个 连接池 这么说应该会更加的 好理解一些 就是一个连接池 10秒真的没有 被使用 则释放 OK 那基本的配置就是这一些 就是我们最大可以创建5个 然后最小0 然后每个连接池的 就保持10秒钟 10秒钟没有的话 就被释放 如果再用的话 就被创建 然后规于这个配置呢 其实我之前的描述 有一点点小问题 就是说我之前说 连接池创建的这些 就在内随中放着 其实按照这个配置来说 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说 连接池这个东西 在内随中放 但是里面的连接 它是可以通过这种配置 来去自动的去创建 去释放 以及还有最大的一个 数量的限制 以及这个什么 被释放的一个时间 对吧 这个数量呢 也并不是越大越好 这个地方如果太大的话 可能会 雷层开销比较大一些 就是对这个硬件的要求 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说这个地方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写一个 比如说实际应用中 如果流量不是很大的话 你就可以先写一个 比如说10啊 写个5啊 等等这一些 写完之后 你上下之后 你就去观察 对吧 然后看一下那个 我们最后会讲日志 看一下每一条 请求日志的一个 响应时间 是不是没有问题 对吧 几百行秒之内 没有问题 那就OK了 那如果响应时间 比较长的话 你就需要去 继续跟踪一下 是不是这个数据库 连接这一块 就操作数据库这块 操作的时间很长 然后操作时间很长的话 你就去把连接时的实量 再加大一些 然后再去试一下 当然这个是线上的 就是线上的 线上环境 使用 连接 时 所以这儿我们要注视掉 就是我们线下不用 我们线下不用 然后至于怎么判断 线上环境呢 我们在实际的项目 实际上中 我们很多地方会用到 就是怎么去判断线上环境 等等这些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OK 讲到连接时这块 就是我们整个CQLAZ 整个ORM 所有的内容都在这里 这些内容 都会在我们 接下来的实战中 被应用到